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健身界公认的最容易是人发胖的事物 一 奶茶 人发胖 奶茶可是当之无愧的 虽然有不愿意面对现实的网友表示 奶茶是奶 喝奶营养价值高 奶茶是茶 多喝茶有利于美颜减肥 但是事实上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奶茶 牛奶和茶饮的成分含量很少 更多的是大量的糖粉和含有反式脂肪酸的奶精 一杯奶茶含有的热量甚至高达400千卡 而且很多时候奶茶中添加了珍珠 叶果 奶盖等 能量高又容易发胖 建议还是少喝点好 二 薯条 奶茶配薯条是一顿不能再好的下午茶了 但是油炸食物是公认的不健康食品 不但热量高 而且长时间的高温油炸 流失了很多营养 更有致癌的风险 所以薯条炸鸡再好吃 也都适可而知吧 三 奶油蛋糕 别看一小块蛋糕虽然小 但是它含有的热量和脂肪都是相当的高 特别是奶油蛋糕 大多是人造奶油 这种饱和脂肪酸 会给肠胃和蟹管内脂肪造成极大的负担 四 啤酒 经常喝酒可不是好的习惯 啤酒的热量也是不低的 两杯啤酒的热量等于一碗米饭了 特别是人在喝酒的时候 更是会适宜大增 吃更多的食物 而且啤酒一喝就一瓶接一瓶 完全停不下来 久而久之 身体不但发胖 啤酒肚也随着而来 五 烧烤 烧烤的热量高 是大家心里都有数的事 而烧烤不单单是热量高 食物在反复的烤之中 流失了大部分的营养成分 蛋白质也随着碳化 加重了肾脏的负担 更多时候 外面所吃的烧烤食物不新鲜 浓重的酱味 掩盖掉了食物变质的味道 对身体更是危害重重 六 巧克力 几乎每一个女生都喜欢吃巧克力 但是巧克力的热量很高 可以说是甜食中 女生减肥的第一大天敌 经常食用巧克力 最容易导致身材走样 不过 这种吃巧克力导致肺胖的主要原因 不在于巧克力本身 而是因为吃的过量和缺乏运动 七 碳酸饮料 比如汽水 可乐 砂湿等 热量很高 因此 经常饮用 会使人体摄入过多的热量 体重加增加 是早晚的事情 想要瘦的妹妹们 应当马上放弃气氛 可改为喝茶 喝茶 既能延烧脂肪 还能清理肠胃 最适合减肥了 八 方便面 如今很多人懒于做饭 因此 简洁方便的方便面 几乎成了第一选择 可是 殊不知 方便面是纯热量食品 一包100克的方便面的热量 是470克 几乎相当于两碗饭 而且 方便面又没有任何营养 盐粉过高 含有损肝的方腹剂 香精等等 方便面容易发胖 因此一定要少吃 就算是在嘴残 食到尝一下就可以了 且莫多吃 那么 好身材的人们 是如何减肥的呢 一 享受你的早餐 一顿均衡的早餐 是开启一天新陈代谢的关键 只可惜 很多人一到了周末 就一觉睡到午饭时 把一日三餐的饮食习惯彻底搅乱了 这样做不仅会是你的午餐的时候吃的更多 还会打破你良好的新陈代谢循环 对身体可是一点帮助都没有 这也就是周末容易长胖的原因 要想周末两天 不会毁了周一到周五的减肥成果 就一定别忘了吃早餐 二 碳水化合物 主要放在上午吃 米饭 面包 土豆 甜食 这些都是能提供能量的食物 所以 在能量消耗逐渐减少的下午和晚上 其实并不需要奢与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帮你喜欢吃的蛋糕 面包等食物 放在早上吃 不仅能有一个好的心情 而且能有效控制一天的饮食热量 三 饭前喝水 饭前多喝点水 可以有效控制你的食量 不让你在热泪的气氛中吃的太多 所以饭前喝水 或者喝上一杯牛奶 都能有效控制正餐的食量 四 吃非加工的食物 由于加工食物的普及 每一年 我们可能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摄入几十公斤的糖 其实健康的饮食 就是要少吃加工的食物 多吃天然不加工的食物 比方说 最常见的蛋糕 甜点类 大多是奶油和糖的堆切 五 十五分钟也是运动 很多人看不上十五分钟的运动 总觉得既然不想腾出一个小时做运动 就干脆在沙发上再懒半小时吧 但其实一致拥有好身材的人 也不是天天卢十公里 日夜不休息的 他们只是不放过每一个小小的十五分钟 趴趴楼梯 坐坐深蹲 肩步蹲 哪怕只是饭后站上十五分钟 也能有助于腰围减少 朋友们 听了以上的介绍 你感觉怎么样呢 不妨在视频的留言区留言 与大家共享你的生活体验 好 我们今天的知识分享就到这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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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